各位網友早晨,歡迎又到我們網友早晨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0年5月17號 首先這裡有我們紐西蘭的熱德台洋 大家好,各位早晨 社長Raymond Wong,大家早晨 台灣許劉先生,早晨 大家好,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一定要點贊和分享 還沒按訂閱,按一下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有新表會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一定要去我們的二台正香報和三台沙冷氣 點贊、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抗疫、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這一節主要想說一下 昨天這個監警會 前日,我這裡還是昨天 令到白人變了腦底 大家看到他們已經不停的 基本上做了一個很詳盡的分析 那個監警會那裡幾千頁報告 但是其實很明顯,如果大家看起立場新聞 他們全部做插圖、漫畫、文宣都是一句 你包庇這個政權 你包庇警察 你怎麼沒有批評警察 你怎麼樣 根本沒有看過那一半 我很簡單 他們看是那些叫做泛暴派的議員 很明顯是看到那些媒體 立即怎樣去說出一點點 還是怎樣呢 就已經當了是真 很簡單 你們那些什麼泛暴派議員 請了這麼多助理 整班都在做什麼 應該趕快拿來看 那些泛暴派的議員 一句說話,懶惰這班人 是不是 那接著呢 我心想,你看都看不到這麼快 是不是 剛才家長先生說的 多少千頁 那裡,斷千頁計的報告 831 831就差不多 一百二十幾 一百三十 這個721就差不多二百 就是加上一千頁的 那你拿一個出來說 大約兩個小時 我想你可以看完 因為它其實很疏 那些文字 是很疏的 可以看得完 我們舉個例子 例如 這個叫做有編號 叫做721林卓廷 那你自己 是不是最關注是721那個報告呢 那自己又沒有看 那我為什麼突然想到這個題目 要跟大家說一下呢 因為話說那一晚 就出了這個報告之後 那我就在 這個晚上 在某一間的甜品店裡 叫了一碗豆腐花 然後我正在吃的時候 嘩,聽到一些電視的聲音 我聽到林卓廷的聲音 然後我心想 咦咦咦,為什麼 在晚上來吃豆腐花的時候 為什麼都聽到林卓廷的聲音 立即覺得好像一碗豆腐花一樣 意味 林卓廷 然後抬頭看一看 究竟是說什麼呢 因為又有國語 又有廣東話 看一看 嘩,厲害了 差點嚇到我噴得出來 寫著是什麼 垃圾報告 四個大字 在電視機打出來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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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幾多分鐘之後 才說這句說話 其實我晚上看這個新聞 新聞的時候就說 應該就出了一個報告不久 林卓廷已經說了 我看他的內容說什麼 他說 寫得好像很厲害 寫到他的名字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林卓廷 就說形容這個報告是垃圾報告 看看再說什麼 大致上就說 嚴重 扭曲了香港過去半年發生的反送中 尤其是什麼 他最有代表性 你是參與者 尤其是721 白衣人襲擊示威者事件 哇 這些看起來是不是很生氣 垃圾中的垃圾 簡直是 你做垃圾 你們黑衣人 你們有份叫 還有電視就是拍著白衣人襲擊那些 衝進來的那些片段 但是他又不拍 又不拍一下林卓廷 林卓廷又不提供一下你那些 過來啊 X街那些 我叫警察的了 我叫警察 你不要走啊 整班 你不是說不信警察嗎 你為什麼叫警察來 721報告裡面 我也有看一看這一段 究竟是怎樣的 也有說到 他們真的有叫做 找警察去幫忙 還是怎樣 不過他們就 撩人打的速度 比警察來快 就是他挑釁人的時候 警察你來到的 如果等警察來的 你為什麼還要繼續挑釁人呢 其實我看到一份報告在這裡 他們意思是說 這個報告是垃圾還是怎樣 然後不同的 叫做政黨 要再訪問一下 其他人 訪問了哪一個呢 就是公民黨 我看到那些節目裡面 都有說 他們的背景是什麼律師 還是怎樣 他說什麼呢 他說報告內容 偏頗 就說報告以批評市民為主 而非監察警方在運動中 各種執法的問題 猶豫一份撐警 他這樣 拿著他們來 猶豫一份撐警報告 嘩 真是看見我 我本兵的豆花 都真是 想撐起來 他沒有看過的 單單說831那個 單單說831那個 他沒有說撐警 他是很平實的 整件事所有的事出來的 幾點發生什麼事 幾點發生什麼事 是吧 不單止是他們偏頗 你會看的 其實也有批評到警方 例如他們對於這個網媒 或者這個網上造謠 那個叫做澄清得不夠快 或者是可能 我們自己批評一下 我們幫他們批評 或者怎樣都可能更快 但沒辦法 因為警方始終都有那個叫做 要走 或者他們公共關係科 又要看媒體怎樣才能配合 那我們 我們網向喜歡 什麼時候錄 立刻放信都可以 這個就是 剛才純粹說笑 再看回 所以他們有撐警報告還是怎樣 尤其是公民黨說了那句 叫做批評市民為主 那幫叫做市民嗎 市民裡面有暴徒 但是暴徒不代表市民 如果楊岳橋這樣說 你即時抹黑了很多香港的正常人 你覺得我們都是支持這些暴徒 還是怎樣 你說到全香港人都好像上了這個戰車 公民黨還說 831只是相信警方的說法 難道相信你們的說法嗎 你們說打死人 但是暴徒一個都提不到出來 831是提用了很多傳媒的說法 很多他們推崇消防署的說法 他們甚至找人看過你們所有的幾點幾分幾秒 要在連登上發出什麼 他們是去檢查過的 老實說 是的 是的 很認真的 他們根本現在也是靠屈的 是全部都是靠屈的 其實很多那個叫做 有一段 我們說回那個新聞 我看到是怎樣 有時候訪問 有什麼垃圾報告 有什麼鬼鬼叫 然後那個新聞就好笑 然後就把整件事揭穿了 就說了 五大紀律部隊有聯合聲明 他們的暴力行為遠超容忍的尺度 有關於哪些呢 入境事務處處長 海關的關長 消防署的處長 其實如果大家留意這段時間的黑暴 他們都是頗為叫做 算是叫做撐消防署的 還有哪裏都聯合聲明 就是懲教署 政府的飛行服務隊 都發表這個叫做聯合聲明 就說他們這個聯村暴力不斷升級 接連發生的嘔鬥 縱火 襲警 扔汽油彈 甚至乎是攻擊這個港鐵的設施 政府建築物 侮辱國旗等等各種的嚴重行為 不法分之是示意淺踏法紀 我們留意著這個 不法分之示意淺踏法紀 蓄意破壞社會秩序 嚴重威脅市民的安全 整個社會受到極嚴峻的挑戰 我們一定要給他們最嚴厲的譴責 我們這樣看 如果這班犯暴派的議員 都是這樣支持這些 或者覺得這些所說 大家聽到這一段 這樣說很合理 你竟然說這個是垃圾報告 如果我再繼續選你這班人 來做這個犯暴派的議員 繼續坐在立法會的話 這樣做得了 這樣做得了 如果繼續有這些 等同你現在 你是在支持這班人的暴力行為 你擺明是支持 我現在出了一份報告 很合理 整件事 剛才加森生說 什麼時候幾分幾秒發生過 什麼的post 有什麼謠言出過 這份報告算是 大家要留意一下 這份報告是沒有說什麼沙嶺公務 沙嶺公務說得明 不是三歲 是六十歲 是吧 你都說過那些人 我意思就是說 這個報告 可能是做到 紀錄到 做到某個日子 就可能已經停 就開始整理了 如果再寫完沙嶺下去 那些真是笑爆了人的嘴 是吧 他們還覺得好像很逼真 還是怎樣 如果 我剛才所說 他們的逼真是說到真 就是覺得真是真 那些傻子 就是好像很哭哭 幾辛苦都要去那些 是吧 嗯 那如果 那如果 假設 如果你又再選這些 叫做林卓廷這些 他等於 他覺得 721 這些叫做 他在港鐵站這些 什麼 噴水喉 滅火桶 是不是 挑釁人 嘔鬥 就是會覺得自己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是這樣 這幫人坐正35家的話 嘩 香港還得了 是吧 是暴力行為 就是他們是 是贊同 或者可能是認同這些暴力行為 去 所謂爭取他們的訴求 他們經常都說 兩邊的戰線 他們有他們在議會做的事 外面有外面做的事 不過你們在外面做的 你們全部都要坐牢 是吧 沒錯 就是 越看越誇張 所以我覺得 接下來的35家 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其實是一幫暴力團夥 想進入 想延續他們的生命 進入這個立法會 繼續實行他們的暴力 暴力的宣傳 可以這樣說 我覺得 是啊 我們之前在這個有幾節 都說過這個監警會的報告 其實有一段 我們算是未去正式去說 就是整個報告的總結 講了一件事 我覺得是那幫叫做法暗部派 法暗部派的議員 最喜歡拿出來說 其實這個報告的總結 我覺得寫得很好的 就是示威活動已經變了質 其實是早期恐怖主義的門牙 那麼 他們 這幫泛暴派的議員 你見他們 其實我自己這樣看 某種程度上 例如 楊岳橋 郭榮鏗 他們都 起碼都是 讀過法律 知道什麽叫法律 是吧 就是比一般市民更加清楚 更加知道 你覺得他們不知道現在這些黑暴友已經變了質嗎 即是和恐怖主義沒有分別嗎 很老實講 他們打從心底裏面是知道的 其實 只不過不燒到他們 或者他們不用去坐 那他們就覺得OK 而又可以在這幫人身上吸取到光環、能量 去換成自己未來的選票 那他們就繼續做 就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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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經常掛在口 要學一下這個 什麼 什麼 那些什麼 北愛爾蘭那些 那些人 要學一下烏克蘭 他們打個算盤 大家知道是什麽 他們有沒有去那裏做訪問 即是和他們做交流 蛤 他們用什麽做交流 最緊要我有議席 這幫人來說 尤其是十五月 十萬元一個月 即是十萬元一個月 加上這個社會的地位 我覺得 那麽大魔力 可不可以足以令到你 他們所說是攬炒 還是怎樣 大家試想一下 攬炒到最後 他們全部都是得益者 即是他們不會有影響 即是海水公園要收拾 撿了一個海水公園也好 怎樣也好 你說可以要多少億多少億 所以他們覺得很生氣 還是怎樣 給你們這幫泛部派 都不少了 是不是 這幫泛部派議員 你數一數他那幫區議員 那幫騎尼大帝 然後陳子惟 又拿陳子惟來講 我覺得給他 真的 我覺得給他 是很不應該的 真的 即不是說笑他些什麽 即他是 拿費公帑 算了他出來 是負 是負 是負數 即是連社區的發展 都會拖垮 那 給你們都不少 是吧 但是呢 你們還要做這些 那 再看看 其實 他們說什麽沒有批評 還是怎樣 又說什麽包庇 其實又不是 他說 都有揭示到警方的部署 是有失誤的 還有輕視了這個叫情報 還有缺乏了這個應對的文宣的能力 這個跟我們之前有時候都 又不是說我們想說我們馬後跑 我們的批評 都一樣 有些近似 你低估了那幫暴徒 那些的文宣的能力 例如他們用那隻什麽青蛙 那隻 那隻 那隻豬 那些 聽說青蛙是蘭西發明的 好像不是吧 不是不是 是外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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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進來的 我聽說了原型的靈感是來自蘭西的樣子 是嗎 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 是外國來的 是外國來的 只是抄別人 那再說回 警方剛才說的 警方其實有某些地方做得不足還是怎樣 輕視這個情報都是其中一環 再說 他們對於 形容這幫人 當代最大的公共安全挑戰 我也覺得是 香港 沒有想過是可以這樣放火 打爆港鐵站 那些 燒爛了那些東西 還有一幫立法會議員 然後 現在竟然變成這樣 真B師經常說的 拿著刀叉來吃人肉的感覺 那再說回 原來 當時 警員都是不時面對這個叫做身體 甚至乎叫做致命的危險 十二宗裏面就開 有十二次要迫到要開這個實彈 最終就叫做十九發子彈 所以被他們稱為是殺人 但是喂 殺了人嗎 三個中槍的人士已經全部出院了 殺了誰 反而他們的黑暴人殺了人 這個是事實來的 是啊 千萬不要忘記 不能忘記 而且 拿白 還有放火燒人 燒人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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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死 但其實都很嚴重的 現在其實都是非常 還有一個人說是特技 是吧 老蕭就說 是自編自導自演的特技人 這個是誤衊的 完全是 還有 除了老蕭之外 還有一個人 我忘記了什麼 他姓梁 演員 梁 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不要忘記了 這個 忘記了 不好意思 這個判詞 他都說得很好 就說 由去年的六月以來發生的社會動盪 是過去五十年來未出現過的危急情況 十月 上年的十月打後 其實叫做暴力的破壞行為並無減退 反而是越演越激烈的 所以想起都挺恐怖的 尤其是說 有些人就無視 說明這班是示威者 其實應該稱呼他們 應該叫做暴徒 反應會更加對 就說了 無視政府 叫他們留在家中的抗議的勸告 幾乎每個月都有較小規模的示威 所謂叫做紀念元朗 太子 將軍澳的事件 這裏我都覺得挺煩厭的 最後的報告都宏觀了幾個角度出來 可以說這些所謂叫做公眾活動 這班煩暴派研恐說 我們只是遊行集會 還是怎樣怎樣 為什麼不給 然後又說法律統治書 什麼沒有自由 還是怎樣 因為說會引申出來以下有四樣東西 就說遊行之後發生的暴力示威 頻密程度是不斷地增加 暴力程度已經是和早期的恐怖主義都很近似了 廣泛破壞了和毀壞了公共和私人的財產 對這個經濟造成長遠的破壞 大家都知道 例如港鐵站或者一些什麼美心也好 元氣也好 東海堂也好 什麼都好 然後括弧寫著私了 導致一名男子的死亡 以及多名市民由於意見不同之下被嘔打 有時候想起這些都挺慘的事情 我們這節時間都差不多了 對於警方應付示威者的報告裡面都說 好了 這個報告最後引述了很多次元朗的事件 其實元朗的事件 如果我們經常在《網上的仇恨言論》 我們經常在《網上的仇恨言論》 都是一個很大的轉捩點 然後他們在這件事之後發生了很多網上的仇恨言論 還有很多裡面都是沒有事實的基礎 還有一些文宣抹黑警隊 和阻礙警務人員執行和維持反擊的職責 大家都知道了 這個推手很明顯是林卓廷 所以我看到林卓廷在新聞片段寫著 《垃圾報告》四個字 哇 我真的生氣得不得了 即是所有事情都是他搞出來的 但是由他開第一炮之後 大家留意一下 今天到我黃之鋒都在吵 全部人都在吵 就是說這份報告是信不過的 但是到底他有沒有看過這份報告呢 可能根本是沒有 所有人已經設定了 被他們的擁護者說 不要相信這份報告 這份報告是假的 繼續抗爭下去 不要說抗爭 繼續搞事下去 繼續去紀念下去是吧 好啦 搞下去吧 我們這一節 所以35家真的不行 如果真的的話 就是香港 胡志華 胡志華 香港沒有了 香港沒有了 你們不要做千古罪人 好啦 這一節先到這裡 拜拜 拜拜